真相我来帮你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新闻故事 这个是不久前流传出来的 这个骨骼杀妻案的主角 那个丈夫陈丽人 和他的妻子于轩一的几张结婚照 你看男孩帅气 女孩漂亮 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 这样一对逼人的命运 竟然就会终止在 一个残忍的谋杀案中 1月16日 一个普通的清晨 加州硅谷圣塔克拉拉 一处静谧的住宅区的 一栋普通的house里面 爆发出了一阵激烈的争吵 争吵的双方正是结婚 才一年多的小夫妻 陈丽人和妻子于轩一 陈丽人27岁 清华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本科毕业 目前在谷歌担任工程师 妻子于轩一也是27岁 是陈丽人的清华大学的同学 目前也就职于Google 这是一对堪称年轻才俊的 华人精英 一路求学都是名校 工作都在大公司 履历非常的亮眼 而这栋有四个bedroom的house 价值205万 是他们去年四月份 才一起买下来的 谁也想不到 这样一对相貌登队 前程似锦的小夫妻的人生之路 竟然就在2024年 1月16日的这一天 画下了据点 那么接下来的故事情节 很多朋友应该已经都知道了 在激烈的争吵之后 丈夫陈丽人竟然残忍的 据警方说是用拳头 一拳一拳将妻子于轩一打死 人心中的残暴和魔性 不但断送了大好年华的于轩一的生命 也断送了陈丽人他自己的前程 这件惨案是近年来少数 引起了大陆和美国华人圈 大范围关注的案件之一 我觉得之所以能够引起如此的关注 一个是因为这两个人的身份 两个都是90后 96年生人的 在27岁 都是清华毕业 又都在Google这样的大公司工作 这些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名校 大企业 这么好的出身和背景 形象也很出众 却酿出如此的惨祸 令人动容 再一个我觉得是因为 案情的本身过于残酷 在案发之后 最早披露出的信息中 警方公布很多细节 血 鲜血四剑 两人有争执 什么用拳头打死 人们就容易被这些词 一拳一拳活活打死 这样的字眼给震惊到了 这种野蛮原始的这种残暴 和嫌疑人陈丽人 这种受过良好教育的 文明健康成功的形象 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这种暴虐的杀人方式 即使在以往的杀人案件中 也是极其少见的 再加上案发之后 网上一下子涌出 各类的爆假料的 讲故事的 蹭流量的 各种张冠礼带的文字 弄得案情一时间是扑术迷离 众说纷纭 案子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了 更多关于这两位当事人的 真实的资讯 也渐渐都曝光了 而且我之前做过两期节目 讲这个案子 那么今天我打算结合 我对美国华人群体的了解 以及比较完整的案情的 整个经过 和经过辨识之后的 比较真实的资讯 认真来复盘一下 整件案情 探讨一下陈丽人 他的作案动机 同时要澄清一些 不负责任的谣言 首先咱们再来简单了解一下 这两个人的基本情况 陈丽人身高一米九 大高个上毕业于四川成都七中 是个重点中学 喜欢航模 排球打得很好 中学时候因为成绩优异 接受过大陆媒体的采访 2014年 他和高中相恋的女友 一起考进了清华大学院 两人在清华期间 不知道为什么就分手了 据陈丽人的前女友 这位跟他一起考上 清华的前女友 案发之后 接受大陆的红星新闻 这个媒体的采访的时候 表示呢 他们交往期间 陈丽人从未动手打过人 不清楚他这几年 到底发生了什么 怎么会变得这么暴虐 那么在陈丽人 认识他的周围的同学 工作的同事 周围人的评价中 陈丽人平时话不多 性格还蛮好的 是个很温和的一个人 对人彬彬有礼 很多人会用斯文来形容他 从他的照片中看 好像也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而妻子于轩一 来自东北吉林的白城 高中时候就读于 松原市的重点高中 2014年以702分的高分 成为松原市的高考理科状元 女孩身高1米65 体型苗条 同学老师对她的评价 也都是性格文静 内向 不善社交 甚至有人说 她是个高冷女神 等等 这个据说就是 余轩一的一个发小 一个网友发出的一个帖子 上面也说她是 内向传统的人 那么再之后就到了2018年 两个人从清华毕业之后 同时来到了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UCSD来读硕士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 硕士项目 学费比较便宜 而且学制很灵活 一年就可以毕业 而且学校又靠近硅谷 是很多大陆出来的留学生 进入硅谷的一个跳板 正是在读硕士期间 陈丽仁和余轩一 两个人才正式开始恋爱的 2019年 两人硕士毕业之后 陈丽仁很快便进入了谷歌工作 而余轩一毕业之后 先在亚马逊 在这个San Diego的亚马逊 找了份工作 所以2021年的6月 才跳槽去了谷歌 所以那段时间 两个人是分住两个城市 一个在南加 一个在北加 算是一段异地恋 后来余轩一之所以 跳槽去谷歌 一个是工作待遇可能会更好 那么另一个也是为了 结束这段异地恋 和他的男朋友两个人 能够住在一起长乡厮守 再就到了2022年的11月 这段小情侣终于就正式结婚了 2023年的4月 他们搬到了后来发生惨剧的 Santa Clara的那栋 四个bedroom的house里面去了 案发之后 网上有不少传言 说这个房子 是在两个人的名下 但是钱是陈丽仁 一个人出的 其实不对 我查了一下 这个房子是两个人 共同拥有的 两个人同事都出了钱 首付差不多是50万 贷款贷了150多万 月供差不多就是 9000多美金 以他们两个人 平均20万的年薪来看 这个月供的压力 其实并不大 以上就是两个人 基本资料 那么再来看 他们俩在社交媒体上的 一些资料 他们的这个 Instagram的账户 都处于私密状态 但是互相两人都关联了 且都表明了 各自已婚的身份 所以有人说是出轨 这那的 我觉得这个很不靠谱 那么这是一张 来自陈丽仁的 Inst的这个照片 拍摄于去年的12月12日 配文是 Cosy Family Moments 温馨的居家时光 去年12月31日 也就是在惨案 发生前的两周 新年夜 陈丽仁的这个 Instagram发了 最后的一条帖子 照片上是两个人 在一起吃晚餐的 这个照片 有牛排 有蛋糕 有红酒 很可能是在 庆祝新年夜的一个 在自己家吃一顿晚餐 配文以小猫的口文写着 我正等着尝尝 人类美食的那一刻 陈丽仁的这个当时 你看这个无名纸上 还带着婚戒 怎么看都是一派浓浓的 温馨的时光 不得不说 这个命运是如此的诡异 就在这对小夫妻 温馨度过新年夜的 那个档口 在离他们十多公里外的 另一个叫做 Los Gatos的 城市的一栋名宅里面 正在发生一起杀妻案 当晚的九点半左右 40岁的这个华人妇女 于盈盈突然冲出家门 大喊救命 而他56岁的丈夫 耶格尔 从后面追了出来 那天正是新年长假 新年夜 周围的很多邻居 都出门度假去了 所以几乎没有人 听见妻子的呼救 但这一幕却被邻居家门口的 这个监控录像镜头 给拍了下来 高大强壮的耶格尔 三步并坐两步 被追上了妻子于盈盈 一把把他拽了回来 尽管妻子依然在大呼小叫 却完全没有办法摆脱 这个凶暴的男人的魔掌 三下午除二被拖回了家中 重新关上大门之后 于盈盈被他的丈夫 用绳子给勒死了 杀妻之后 一连几天 无人察觉 直到于盈盈的雇主 发觉自从新年之后 就再也联系不上他了 于是1月8号 向当地警方报案 警方找到了丈夫耶格尔 询问的时候 耶格尔谎称说 于盈盈他离家出走了 警方还是很负责任的 查看了周围的邻居家的 监控录像的记录 结果就揭开了 发生在新年夜的这起杀妻 很快警方将嫌疑人耶格尔逮捕 最终在一处荒山里 找到了可怜的于盈盈的尸体 耶格尔后来承认 当晚他和妻子发生争吵之后 他勒死了妻子 并弃尸山中 目前这个禽兽 被以谋杀罪名起诉 为什么会提到这个案子呢 因为陈丽人于悬一案发之后 不久不少人就将 这两起案子就混淆了 很多信息就张官礼带了 就是有人把这些 混淆之后的信息都放到网上 所以当时看到很多 关于陈丽人杀妻案的信息 就很奇怪 这就是为什么会搞混淆 张官礼带了 咱们再说回陈丽人和于璇一 那么平时性格温和的陈丽人 为何会突然发狂杀人呢 下面稍微打断一下 提醒您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就可以经常来听我讲讲故事 另外呢 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款 品质上乘的韩国高丽参饮品 玄宝黑参 普瑞唐玄宝黑参 是我代言的第一个 也是唯一的一个口服保健品的品牌 为什么呢 首先我对普瑞唐这间公司有信心 这是一家美国公司 是一群有信仰 有原则 有追求的人士成立的 他们的初衷 就是要选择最好的产品 来造福社会 造福百姓 其次呢我对原材料有信心 玄宝黑参选用的是 产自这个韩国的高品质的高丽参 生源的老板 世世代代从事高丽参的种植和开发 现在这个当家人 更是个有着极大的责任感 和这个虔诚信仰的人 选择和普瑞唐合作 正是基于共同的理念 和诚实的人品 第三点呢 经过一年多的代言 我收到非常多的反馈 很多的观众朋友服用之后 效果非常的明显 而且常常是服用了很短的时间 健康状况便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他们很多人给我写来留言 有这些非常正面积极的反馈之后 我就更有信心 也更热切的希望 这款产品能够为更多的观众朋友 带来福音 因为是这个人参饮品 所以口感会有些苦 所以您可以先冲半杯蜂蜜水 然后再加入一包黑参 不怕苦的朋友 可以直接饮用就好了 选宝黑参是真正的经过 韩国古法九争九铺制成的 很多人参的精华元素 才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没有朋友担心服用高丽参会不会上火 选宝黑参绝对不会 特别推荐那些用脑过度的 睡眠不好的 压力大的 容易脱发的 贫血的 消化不良的 以及出于更年期的女性朋友 真的可以试试这个选宝黑参 那么这一盒是20包 168美金 一般来说一天一包就行了 那么身体差一点的朋友 你可以试试早晚各一包 这笔钱我觉得花的是非常值得的 毕竟健康的身体 才是我们开开心心生活 最大的保障 大家可以通过 我为您提供的专属网站来购买 记住 只要输入 我们已经申请了专属折扣码 JGY2023 JGY2023 就可以享受全球免运费的优惠了 这个网址 会放到今天 进屏论区的置顶处 希望所有朋友们都能够健康快乐 好的继续我们的节目 至今网上依然有不少的文章 都在引用一个疑似成立人 在案发前半个月 就是1月3号 发的一个帖子 上面讲述自己和妻子 由来已久的矛盾 上面说这个妻子脾气暴躁 多次扇自个耳光 而1月3号 他也动手打了妻子 一个耳光之后 妻子就报警了 于是他被警方 被警察逮捕了 他很担忧 留下犯罪记录 可能会影响到 他将来的求职 身份申请绿卡等等 于是向网友打听 律师收费的情况 等等这个帖子 很抱歉 我在我之前那期节目中 也没有仔细甄别 也引用了这个帖子 但是非常非常遗憾 这个帖子并不出自成立人之手 在这里要向观众朋友道歉 这是非常抱歉 大意了 没有仔细甄别 那么为什么会 闹这样的一个乌龙呢 发帖子的这个人的署名 也是拼音的丽人陈 是后来的一个人 他用陈丽人的名义来发的 所以很多媒体 都在转载的时候 都没有仔细的去甄别这个帖子 但后来呢 我仔细读过这个帖子之后 发现有很多漏洞 很不对劲 首先啊 那么首先上面说 他和老婆结婚多年 有两个toddler 就是两个小宝宝 那肯定不对啊 陈丽人他们结婚才一年多 不是多年 而且也没有孩子 对啊 所以这个说法就错了 其次呢 入籍是拿了 先拿绿卡满五年才能入籍 但陈丽人和于轩一 应该是刚刚开始申请绿卡 不久 应该绿卡还没到手呢 怎么就会担心入籍的问题呢 这个说法也是错误的 对吧 所以这个帖子 肯定不是陈丽人发的 哎呀 仔细看看 就那个当时做节目 做太急了啊 所以我认真又搜了一下 北美的各类的华人的这个论坛 终于找到了 这个帖子最原始的出处 是这个 这个帖子最原始的 这个发帖人 根本就不是陈丽人 是一个叫做公共马甲8的这个网友 公共马甲啊 可能就是说谁拿都可以用的 这么一个网友发的 结果这么一个乌龙帖子 不知道被谁 用陈丽人的名义转发之后 一下子就有4600多个转发 而且很多媒体都没有去甄别 也把他转过来 说是陈丽人发的帖子 结果就一下混淆视听了 其实用正常的逻辑推理一下 也能发现问题所在 假设陈丽人此前 真的有家暴被捕 出庭 甚至有这个警方的这种 公开的这种记录的话 那么记者第一时间 应该就会查到啊 因为上到这个公共网站上 就能查到他的犯罪记录嘛 但是案发之后 在很多英文的媒体的报道中 根本就没有提到这类的报道 那么在检察官的起诉书和公告中 也完全没有提及 然而这些假消息 还是在大面积的扩散 导致很多人相信 受害人余轩一脾气暴躁 动手打丈夫等等 结果把陈丽人逼上了绝境等等 相信了这样的一个说法 在这我要再次郑重道歉 为我此前节目中 也引用了这个帖子 感到万分的抱歉 很对不起 非常对不起大家 当时太急于把更多 关于这个案子的 最新的资料讲出来 就没有仔细的去甄别 仔细的去分析 非常的抱歉 非常对不起大家 也很对不起余轩一 而更可耻的是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目的 或者是什么事例 在背后作梗 案发之后 网上还出现了很多抹黑 这个女孩余轩一的传闻 甚至造她的黄瑶 就感到这个网络真是鱼龙混杂 寻找真相非常不容易 那么整个案发经过 我就不再赘述了 因为我之前已经两期节目 都详细讲过了 如果还不了解情况的朋友 可以去看看我之前的 那两期节目 讲到这个案件的整个经过 现在想来是 难以想象 身高1米65的销瘦的余轩一 在面对1米9的丈夫穷凶极恶的暴力的时候 是多么的无助和恐惧 案发之后 世界日报率先报道了这起案子 当时的报道中就说 一对清华毕业的谷歌夫妻 在Los Autos的住宅内 丈夫枪杀了妻子之后 然后引弹自杀 这是我最早看到的一则报道 世界日报的这个报道 将丈夫行凶的动机归结为谷歌裁员 结果这则报道迅速在中文圈子里就扩散 幸好我当时没有出 过了几天我才看到更多的报道才出 不然就闹乌龙了 但当时我看到这则报道的 我第一反应就是 不可能是因为裁员吧 27岁两个人 双方这么优秀 即使裁员了 以他们的能力和工作资历 再找份工作也不很轻松吗 再说了像谷歌这种大公司裁员之后 还有丰厚的补偿金呢 哪至于就一下子就受不了 叫裁员 叫自杀对吧 后来我查过 他们俩根本也没有被裁员 那么世界日报 怎么就会弄出这么大的乌龙呢 我觉得很可能是他们把当天发生的 另一起凶案 和陈丽人的这个案子 又给弄混淆了 下面要讲到另一起案子了 对不起 今天节目中给大家讲了 至少三个是吧 很悲惨的案子 因为就在同一天的1月16日中午 在陈丽人案发两个小时之后 在陈丽人家十几公里之外的 Los Autos 就是世界日报讲的那个地点 警方确实也接到了一起报案 据后来警方发布的消息称 Los Autos 当时当天确实也发生了另一起惨案 一对夫妻在家中死亡 目前看来 世界日报开始误报的情节 很可能就是Los Autos的这起案子的案情 和陈丽人的两个人又给搞混淆了 在Los Autos那个案子中 丈夫枪杀妻子之后 的确是就是自杀了 邻居听到了枪声 争执 尖叫之后 就赶紧报警了 警方到达之后 这两个人刚刚死亡 同一个地区 你看我刚讲了前后不到半个月 已经发生了三起杀妻案 哎呀不由得感叹 这个人们都是 怎么了现在说 再说回陈丽人这个案子 我在此前节目中讲过 中国留学生情侣之间 这个暴力相向的问题 非常严重 不仅是男生打女生 女生确实也有打男生的 这个在美国很多大学教育的 这个报道中 你都可以看到的 在我看来 这就是中共教育 严重失败的一个 非常集中的表现 只强调成绩 只看重结果 唯成绩论 只要学习好 什么都可以 长期忽视道德教育 在中国大陆 是吧 普遍缺乏信仰 没有对神佛 这个信仰 再加上又都是独生子女 自私自利惯了 交宠惯了 不懂得包容忍耐 这些都有可能 让人性中的恶 在极端情况下 不受遏制的就爆发出来了 同时像陈丽仁这样的 这样一路顺随走过来的 一旦在现实生活中 遭遇挫败 就会对心理造成 严重的打击 甚至击垮心理防线 这些都是中共长期以来 教育缺失所造成的 后果的一个非常直观 而且典型的表现 我们不知道陈丽仁 他们俩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到底是什么 让陈丽仁表现得 那么恶毒 那么残忍 但是在中国所受教育 所造成的心理缺失 绝对是陈丽仁 能做出这种 残忍的表现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么接下来 这个案子的第一次 庭审的时间定在了 2月5号 就是下周一 那么凶手陈丽仁 将面临哪些指控与量刑呢 他此前四次缺席庭审 那么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陈丽仁会面临检方 哪些指控呢 根据起诉书显示 目前检方指控陈丽仁的 最主要的罪名是谋杀罪 如果该罪名成立 那么陈丽仁将面临终身监禁 且不得假释 检方一般会先对被告人 从众起诉 以获得更大的谈判空间 大家要negotiate 大家要谈判一下 那么检方和被告人的律师 双方 那么随着诉讼进程的发展 案件的证据和专家的结论 控辩双方的谈判 已经包括律师所采取的策略等等 都会导致最终裁定的罪名 和刚一开始的时候不太一样 甚至就完全不同了 这一点经常看 有关法律的美剧的朋友 应该很明白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么针对陈丽仁杀妻案 定罪的重点在于 检方最终如何认定 到底是他失手杀的人 还是蓄意杀的人 是意外事故 还是故意杀人 在庭审过程中 被告的主观态度 是定性的关键 届时法官或者陪审团 会根据陈丽仁的主观态度 来进行判断 而且陈丽仁 他这方聘请的律师 会如何抗辩 也是看点之一 如果最终证明 陈丽仁是意外失手 导致的悲剧的话 那么最终的量刑 就会相对比较轻 因为他不是故意的 而如果法庭认定 陈丽仁是有蓄意杀害 妻子的这样的一个倾向 那么量刑就会重一些 这都是稍后量刑 这个庭审之后 才会看到的这些问题 另外根据加州的法律规定 在传讯的时候 法官主要是确认两件事 一个是被告人是否认罪 guilty or not guilty 另一个是是否会同意保释 以及保释金多少等等 案发之后 陈丽仁的父亲 第一时间便赶到了加州 目前根据网上流传的资讯 陈丽仁的父亲叫陈福 是西南空管局的一名副局长 是一个厅级干部 所以陈丽仁算是官二代 陈福一到美国立刻聘请了 当地非常出名的辩护律师 叫做施罗德 为儿子打官司 施罗德是一个犹太裔的律师 拥有超过40年的庭审经验 在业内知名度还蛮高的 2015年还被美国律师协会 评选为百强律师之一 但目前没有更多资讯表明 为何陈家父子 能够这么快就飞到了 陈家的父亲 这么快飞到了美国 还能够拿得出这么大一笔钱 律师费 来聘请当地最好的律师 根据目前外界推测 施罗德律师 很可能会以嫌犯 患有严重的精神问题 没有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 以此为由 来为陈丽人申请保释 并且帮他脱罪 做无罪辩护 另外和男方的家庭相比 女方余轩一家 就显得相当被动了 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孤立无援 事发之后 据说因为签证耽搁了好几天 她的父母不久前 才刚刚抵达美国 到美国之后 余轩一的父母 还发表了一份书面的声明 说 轩一永远离开了我们 她的美丽和善良定格在了27岁 痛失爱女 无处化悲痛 借此平台保留一方净土 不被打扰 不被评说 也愿她在天堂保护好自己 不再伤心远离暴力 和大家一样 我也非常希望 尽快地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如此的惨剧 陈丽人打死妻子的行为 确实极其可怕 极其残忍 应该受到法律拥有的审判 等到2月5号 下周一庭审之后 应该会有更多的消息 会建筑报端 到时候我会再为您来更新 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给我留言 谈一谈您对这起事件的看法 以及为何这样一个高材生 会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再次提醒您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可以经常听我讲讲故事 同时也特别感谢 所有通过捐款网站和留言区 给我捐款的朋友们 希望大家能一如既往地支持我 鼓励我 咱们一起携手 走到正义战胜邪恶的那一天 捐款网站就在每一期 节目评论区的知顶处 或者您先扫兵 这二位码也是可以的 再次祝大家周末愉快 新闻追查点 咱们下周见